哈喽大家好,我是罗美营养师,聊养生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开得真漂亮 闻一下真香,气人兴起 茉莉浑身是宝,你知道它有哪些价值与用途吗? 你走开,一起来了解一下 茉莉花它是属于墓西科,属心属直立或攀缘灌木 高达三米,不过这棵还不到一米 但它的花却开得非常的多 它的别名叫茉莉香魂,茉莉花,美丽,茉莉,茉莉,茉莉花 朋友们,你的家乡叫它什么名字呢? 茉莉的品种有很多,在我国有600多种 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单瓣茉莉,双瓣茉莉,多瓣茉莉 它的花期在5到8月,果期在7到9月 现在正是开花时期,所以它的花非常的多 我们对它的花的价值与用途了解的比较多 都知道它的花可以泡茶喝 它的花富含叶绿素、耳茶素、茶氨酸、咖啡碱、茶多酸、多种维生素及多种矿物质和多种氨基酸 对我们健康有帮助 它的汁液同样具有较高的养生价值 对它的汁液啊,了点的人就不多了 在生活中,我们也可以摘取它的叶脂、煮水来带茶喝 可以呢,清热减表 它的根同样具有一定的养生价值 我们在秋后挖根,切片晒干备用 用它煮水泡脚,对风湿骨痛有缓解作用 对这种情况有一定的帮助 当然,它的价值与用途远远不止这些 有关它的更多的价值和用途 我已经给大家整理在评论区了 大家可以看完视频后啊,到评论区去参考 也可以把你的经验写在评论区 让更多的人来学习、关注、评论、点赞、收藏 长按点赞,由我相帮 具体应用请尊当地的专业人士指导 我是农民营养师了个养生 大家可以关注我了解更多的养生知识 记得点赞评论转发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